字幕提供 我其實還沒走到三下 我已經忍不住想要跟各位分享 我們現在 寮國這次很棒的 DTW 寮國大扁 DCC DA Grantis我通找到了 這超棒的 可是這次厲害的來 在我手這邊 你看看看 我痛痛痛痛 有沒有看到屁股 有 太白了 OK 自己都跳回來了 沒有 我現在用的是 蘋果的前鏡頭 所以它還沒換新手腳 我想鹿角敲行蟲是大家都愛的 台灣的敲行蟲 鹿角是我非常喜愛的一種 在我的敲行蟲日記簿裡面 有明確的寫到 然後在我寫的霸王甲蟲小百科 與甲蟲軍團裡面 也都有介紹到鹿角鼠的敲行蟲 那其中我個人覺得最漂亮的是 我在2001年的時候 在泰國 我第一次點燈 就點到超過六公分的黃金鹿角 那因為 之前有很多 很多店家引進了這個 我們講的 寮國的鹿角 因為它瓊瓊背板 跟泰國的黃金鹿角不一樣 沒有那四個黃色 point 那個點 那個色塊 所以呢這一次看到它 因為剛才我們走一走在山路上 其實你可以看到後面那個路 我們是從山裡面鑽下來的 走走 它突然就掉下來 然後掉到我手上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先跟各位介紹 因為這就是緣分 各位看到了沒有 寮國的鹿角 然後記好喔 鹿角敲行蟲 公蟲的辨識特徵 公蟲的辨識特徵 除了它大型的 像鹿角的大鱷以外 最重要就是鹿角 它的前胸背板 不管公蟲 你去摳旁邊 都有非常明顯的鋸齒狀 你輕輕摳就 那種感覺 那肯定就是鹿角 不要忘記了 鹿角敲行蟲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你看這片森林 各位 第一是被蚊子咬死 第二是活活的被熱死 第三是它掉下來 也差點把我嚇死 嚇到很高興了 寮國鹿角敲行蟲 非常漂亮的 熱血阿傑熱血介紹 甲蟲真的很有趣 只要你保護森林 永遠都有漂亮的甲蟲來陪你 熱血阿傑告訴你